Hello Vitara的車友們大家午安 今天在Vitara的粉絲團裡面 跟大家分享的車款呢 當然是Vitara 那這台車是2018年 1.4升 然後這台的版本是四輪驅動的 記得上個月有跟大家分享的 那一台好像是二輪驅動 那這台是四輪驅動的 那基本上它的底盤呢 是共用的 那它車主的話 原來已經有改裝了短彈簧 今天預計的車高 會比一般車主的需求 還要來得低一點點 那有的車主的話 會因為這台是四輪驅動 或者是休旅車 有的是希望加高 那有的是希望維持原廠車高 那今天的車友 他需要的車高呢 是大概輪胎上緣到葉子板 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原廠的避震器 上一次的直播 我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它的日系車 日系車的阻尼 通常都會坐得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像是最近的話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遇到兩台車 那阻尼的話 都已經有比較偏向歐化的系統 譬如說 之前前一台車的話是 現代的 現代的Elan Tra AD 那現代的Elan Tra AD 其實它原廠的馬力也不小 原廠就大概200匹 所以我們可以從後方的阻尼 來了解說它本來避震器的設定是如何 像這部車的話 其實它的行程作動很長 那它的阻尼其實就是 做得比較舒適 以我手輕輕壓 它就有辦法把它做下壓的力道 可是如果像是前幾天 前幾天有拆裝的 Elan Tra AD 或者是說賓式的 賓式的話 W205的 不論是二輪驅動 四輪驅動的版本 它的後面的阻尼 以這樣的重量 絕對沒有辦法壓得下去 那也就是說 像這樣的阻尼設定 它是會跟它的後彈簧 兩個是做匹配的 那如果假設這個後彈簧 假設是這個大概 大概2點多公斤 假設是2.5公斤的 配上它的阻尼 是適合2.5公斤的 那它就在舒適度上 就會稍微的比較協調一點點 但現在的一些趨勢的話 它的阻尼有可能會做到4公斤 那就是所謂的overdamping 那像這樣的阻尼紙 在一般低速的時候 會覺得比較沒有那麼舒服一點點 尤其是台灣道路品質很差 那如果做overdamping的設定 在高速的時候可能很OK 可是在台灣道路品質 比較不OK的狀況 就乘坐起來就會比較不舒服 但是這樣的設定 會因為車廠的設計跟裡面不同 就做不同的設定 所以這台車的話 基本上它原廠的懸吊 是比較偏向日系的 是比較舒適的設定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有哪些東西是需要沿用 有哪些東西是需要用KT的 像這個後方的話 Vitala它後面有一個大顆的 原廠的橡皮還有花絲 這些的零件全部都要沿用原廠的 後方前面的話 在這個上座盤面的上方有一個軸層 軸層上部有一個算是橡皮 橡皮的話這些零件都要沿用原廠 因為Suzuki的小車像是SWIFT 或者是這一台 還有一些日系車像是Toyota的Yaris Honda的FIT 這些小車大概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這樣的設計在歐系的小車 也經常都能看得到 譬如說是雪鐵龍的C2 這些都有類似這樣的設計 後方的它的懸吊系統 是一個拖一臂的系統 所以它的一些零件 這個是後方彈簧的上部 這個是上橡皮 上橡皮的話KT就有附了 所以這個上橡皮是不需要沿用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後方的懸吊好了 後方的話 這個後面有傳動手 所以這台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它的行程是做一個長行程 所以這台車要做到 當改了避震器之後 要兼顧到舒適跟操控 應該比較沒有困難度 因為它的行程比較長 在改裝避震器在設計跟製造的時候 發揮的空間就比較大 不會因為短行程就比較難發揮 所以這台車 基本上我們除了操控能夠增強之外 舒適的話也能夠兼顧到一些部分 後方的彈簧我們配置的是4公斤 以這台車來說我們配置4公斤 預計今天的車高要降的比較低一點點 像是輪胎上緣到葉子板 大概會剩下兩指幅左右 今天的腳管的話看起來是黑色的 因為車主的話有指定是要烤成黑色的 所以今天並不是KT藍的 後方的彈簧上部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是來調整車高的 所以這台車其實它並不是轎車 所以沒有辦法像轎車一樣降到暢輪或什麼之類的 這台車如果降到最低的話 大概是剩下一指幅再多一點點 後方的一個安裝的技巧 因為它的長形成長 所以在安裝的時候會有一個有可能會發生的失誤 就是我們把桶身縮得太短 那彈簧預載過多的話 後方怎麼調都會不好做 所以基本上像這台車 整台車一個安裝的靈魂跟重點 就是後方的桶身千萬不能縮得太短 一旦縮得太短它的彈簧預載過多 會發生幾個狀況 第一個 後座的乘坐感會覺得很死硬彈跳 第二個 當遇到坑洞離開之後它的彈跳感會覺得有異音的狀況 第三個它的桶身的壽命有可能會縮短 所以後方安裝的技巧在桶身跟彈簧之間要有一個匹配 所以後方整個是一個安裝的重點 那在防塵套部分的話 像這個防塵套就是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這個防塵套是專用的規格 它的密合度是剛剛好砍進去的 所以當車高降下來之後 這些最需要保護的軸心 就能夠做一個全面性的保護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這台車還有一個車友常常會詢問的 就是那這台車最高能夠多高 一般設定的話 這台車最高大概是四指幅左右 大概是四指到四指半左右 那最低的話都大概可以降到半指幅 那如果有要比這樣更低的話 第一個要先考慮的是輪胎會不會跟這些 其他的車體的板件干測 那如果不考慮干測的問題的話 其實我們也都有辦法做得更低的版本 後方的話除了車高調整之外 它的軟硬也能調整 軟硬的話這台車上次也有介紹過了 這台車設計的時候 即使很貼心 在行李箱裡面打開 這裡就有一個維修孔 那這個維修孔 就可以從這裡來做軟硬的調整 等一下即使安裝完畢之後 會在這裡放一個調整鈕 那順時針的話就會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所以在調整的時候車主也還蠻方便的 這裡本來有一個維修的試蓋 它的試蓋是長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調整完畢之後 再把它蓋回去就好了 那車主如果要把它拉開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小一字 哪一個小一字其實撬開就能夠拉開了 拿開之後從這裡就能調阻鈕 往順時針的方向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鈕可以做調整 所以可以隨心所欲 想要硬一點就可以把它調硬一點 這個是後方的介紹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在這一台車 它拆裝其實很方便 不需要再拆到其他的零件 在上部的話引擎室打開 從上部這裡就能做調整 那這裡會有看起來 有一些銀灰色的一個塗附的狀態 這個是很好很棒很高級的一個防鏽油脂 這個是服飾的 是鋁1000億的材質 所以我們當 因為這個上座有可能會洗車水會噴到 那我們不希望它日後會生鏽 所以我們在安裝完畢之後 會把它塗附一點防鏽的油脂 那防鏽油脂之外 這個其實為什麼不會掉下去 因為這裡有一個黑色的 黑色的這個防水塞 就是防止它水跑進去 所以我們把它防水塞 塞好之後這個調整桿再往下壓 這樣就可以調阻尼的 一樣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那這樣的阻尼調整 就有一個特別的秘訣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就是說這邊假設調時段 那那一邊的話也要調時段 前後的話可以做落差沒有關係 這個是1.4升的一個渦輪引擎 那前面的部分的話是沿用原廠上座 那這一台車我們一般的設定的話 前面的彈簧是配置了6公斤 配置6公斤 那今天的車友有指定要黑色的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比較低調的配色設定 那像這裡的話 這裡這個是離載酸 離載酸的話就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那這裡像是ABS感應線 這裡有油管的固定架 這些相對的位置都是跟原廠一模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 如果車友改了KT之後 不需要再多花錢改短的離載串 或者是改可調式的離載串 都用原廠的零件做鎖附就可以了 那車高的話 前面的話你看還有這麼多的區間 可以做調整嘛 所以它的能夠調低跟調高的範圍呢 相當的寬 那在前面的時候 因為要沿用原廠上座 所以上座在軸承在裝好的時候 我們需要動到 一般來說如果有上座的車款 KT的話 它連彈簧出廠都已經幫技師設定好了 但是像這個的話 它本來是鬆開的 因為要把原廠上座鎖緊之後 再來調整前面彈簧的預載 那前面彈簧預載的話就是3-5mm 大概一點點而已跟後面是一樣的 這種的彈簧呢 它都不要再做太多的預載 太多預載的話就一定會不好做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 車高車高調整的話 是靠這個桶針的長短來改變車高 那要調整的話 需要把這個的托盤 往逆時針的方向旋鬆 旋鬆之後 如果桶針調長它的車高就變高 往下縮短它的車高就變低 所以調高跟調低 它的乘坐感覺是不會差異太多的 因為沒有逼到彈簧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 第一個範圍很寬 那第二個是 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是都差不了多少 那另外的是 介紹的是KT的用料 像是裡面 攸關到產品壽命的部分 就是油風 油風的話我們使用的是日本 NOK的油風 那這台車我記得應該 Tim的話日本的知名品牌 Tim 也有出Vitara的避震器 那像是日本的Tim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那在阻尼油 裡面阻尼油的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是一整桶 從義大利進口IP的阻尼油 IP的油品在 如果有比較熱血的車主 像是有期重機的話 義大利的Aprilia 它的重機前叉的指定用油 或者是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使用的就是 是義大利IP的主秘 所以它油品的穩定度 都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我們並不是唯由他人做代工 所以它的即便 統身日後一顆螺絲也好 或者是防塵套也好 要做汰換的時候 我們都有針對這樣單一的零件 能夠跟車友來做服務 不需要一個小小東西 就需要換總層件 所以我們都有做這樣的 日後的維修 或者是 屬尼油 裝個三年五年之後 要做汰換了 這個都可以整理的 OK 以上是今天 這款Vitara 1.4升渦輪版 四輪驅動的 安裝KT避震器的介紹 那如果車友啊 線上有問題的話 再請跟我們聯絡 或者是說有需要試乘看看產品 都很歡迎來我們KT的工廠 都很歡迎來我們KT的工廠 或者是我們北區跟南區 甚至是花東也好 都有店家 可以跟車友們來做服務 以上是今天Vitara的介紹 謝謝 謝謝